晚上7点30分 情人节快乐 你好我是湘君 情人节快乐 你好我是心仪 好啦在今天的情人节呢 一开始就是要跟你讲一下好消息 因此我们不是有讲到现在调查 发现到情人节 今年情人节最热门的礼物就是口罩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不到口罩嘛 那如果你也是要买不到口罩 现在呢可以暂时不用太担心 因为贸销部就透露说 财政部那边已经同意要拨一笔款项 来大量的收购口罩 然后呢再分配到去全国各地 那那个时候呢就有媒体问到说 会不会免费派发呢 贸销部说暂时还没有决定 不过就透露说这个口罩 现在已经是统治品了 一个三层式的口罩的话 顶价啊顶价是83 那所以如果你是买更高价钱的话 还是有人漫天开价可以举报他 对那另外呢首相马哈迪 也将会在这个月的27号呢 会宣布这个经济振兴配套 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因为呢这个配套主要就是希望 可以减少COVID-19这个疫情呢 对于马来西亚经济的影响的 那当然今天情人节也是星期五 就要跟大家报一下油价啦 因为全新一个星期的燃油价格呢 是全面调涨的 OK RUN95还有RUN97呢都上调了两仙 新价格分别就是二令吉零六仙 还有二令吉三十六仙 柴油呢是上调六仙 报二令吉十四仙的 新闻主线 网络上面呢又出现了新的挑战 就是半跳挑战 可是呢是非常的危险的 专家就警告说 严重的话是可以伤重致命 敦马重申 Airpac之后呢就会交报 那安华表示 西蒙在21号会有一个定案 康复者的血浆 可能可以治COVID-19 那中国的专家就呼吁捐血 再有四名的患者是康复出院了 那白天呢他就说到 我国的卫生部冷静处理 避免造成了恐慌 他是在大赞我们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先来看一下 就是一开始跟你讲一下好消息了 因为我国呢又有四名 COVID-19的患者是康复出院的 那这四人都是中国公民 他们是家属关系 也是新加坡第一名确诊病患的 妻子媳妇 还有两名孙子 那我国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还有中国驻马大使白天呢 就在这四个人出院之前 就去到医院那边去慰问他们了 那李文才就说呢 这四个人是经过两次的检验 才获准出院的 所以呢就不存在传播病毒的风险 而白天呢也是说到 这一家人非常的感激 大马医疗团队给他们的照顾 还有关怀 而为了报答医疗团队呢 他们已经是邀请将他们 就是这一个医疗团队呢 以后可以邀请他们去到武汉去旅游 让他们可以进这个地主之谊的 那另外就看到白天那边 他就说到啊 自从COVID-19爆发以来 他就发现到说 马来西亚的民众都没有太过恐慌 这是有赖于政府还有卫生部那边 一直非常冷静 还有理性的应对疫情 采取一个透明的制度 让民众呢获得及时的讯息 他也特别赞赏这个卫生部 采取的防护基础措施 让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 检测病毒最快 或是最快之一的一个国家 那与此同时呢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 他也是说到 目前呢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去到亲自啊 去到新加坡或者是新山呢 就跟新加坡的卫生部见面的 来商讨这个马兴COVID-19 合作委员会的合作事项 他将会在下个星期才会决定 什么时候要跟新加坡的卫生部见面 那双方的第一次会议呢 有可能是会用视讯 也可能是会通过会面来进行的 那当然除了白天之外呢 我国的首相敦马哈迪也是称在卫生部在处理这一波疫情的防范措施是奏效了 因为呢各造都坚守了岗位 做好做到最好 不就不让这个确诊病例呢 继续的增加的 他就说到我国一直是遵从世界卫生组织的防范程序的提高了戒备 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 一直很小心的做防范 检查所有入境的游客 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那边的游客 那敦马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并且就代表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政府还有人民的遭遇呢 是表示慰问的 那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 习近平其实也有赞扬马哈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还说到中国人民在奋力抗击这个COVID-19疫情的关键时刻 敦马呢就在这个时候提出要通电话这个意愿 就体现了马中双方就是的这个友情还有情谊啦 对那COVID-19的入侵我国呢 也是有看到一些家长开始担心说孩子的情况 因为方间呢有传出到底要不要停课的一个讨论 对此呢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他就说到 国内的国立公立大学呢 是有权利去决定到底要不要停课的 而中学还有小学呢就需要听从卫生部的一个指示 就像是过去我们遇到这个烟霾的时候 也是听从就是卫生部的指示嘛 他说到现阶段呢是没有任何的学生确诊患上了这个疫情 因此呢卫生部是没有下令去关闭学校又或者是课室的 不过说到这一个疫情在中国肆虐呢 也是会让到我国的民众人心惶惶的 甚至是传出了各种不同的消息 像是昨天呢就有媒体的报道说 槟城中央医院有一名男子过世了 甚至是一度怀疑呢他是感染了这个COVID-19的 嗯那即昨天呢死者的家属已经是在接受访问时否认 之后呢卫生总监诺西山也再一度解释说 这一名男子其实是因为败血症引起的休克 还有多个器官衰竭以及心源性休克而死的 那他对于这一个COVID-19病毒的检测也是呈阴性反应 那卫生总监那一边才刚刚辟谣说 OK这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不要乱传 那另外一边乡呢有一名本地的男子又通过社交媒体 谣传说有人因为感染COVID-19而在槟城格尼普拉在那边突然死亡 这广场的管理层啊就是马上封锁整个商场阻止顾客离开 那这个假消息其实是来自于一段录音的 已经是在社交媒体那边迅速的流传 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 那这个语音是有一名男子 就是身份不明的男子 是用福建话来说的 他整个情况大概就是讲说啊 来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说 哎格尼那边呢就有一个人吃着东西的时候 突然间就倒地猝死了 这个广场就关上大门啊 不给顾客离开啊 那这个新棺子小现在是大塞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格尼广场的管理层 就是知道有这样的消息之后啊 据报就已经向警方那边报案 就希望说可以揪出散布假消息的允许 所以呢这里要再一次的提醒你啊 散播有关于这个COVID-19假消息的话 是会被逮捕还有提控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随意去散播这种假消息来制造恐慌 OK我们关注了马来西亚还有槟城的消息之后 接着把焦点呢就转回去中国那一边 那中国呢截至今天的下午四点呢 他们的全国新增确诊的人数呢 已经是超过5100个人呢在单天里面 死亡人数呢是达到121个人 所以整个累积下来的确诊人数 还有死亡人数呢就分别是63900多人 还有就是1381个人死亡的 那世界卫生组织的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呢 他就说到中国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这个计算的方式 所以呢导致这两天你看到这个COVID-19的确诊病例是剧增了 但是就强调说这不代表说疫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而目前呢除了停靠在日本港口外的这个钻石公主号邮轮之外 在中国的境外呢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爆发 那瑞安还说啊世卫特别小组的其他成员 将会在周末去到中国那一边去调查病毒爆发的中心地区 只不过呢外交的这些人士 还有一些专家就担心说中国可能会不愿意接受世卫专家小组实地 那边去提供帮助这样子 这是他们的担忧了 那刚刚说到钻石公主号嘛 这一艘邮轮再有44个人确诊患上了这个COVID-19 累计整个患者呢已经是去到218人 而日本在昨天就爆出第一起COVID-19的死亡病例 是震惊整个日本的 这一名死者是神奈川县一名80多岁的妇女 那日本也成为了继中国香港和菲律宾之后 第四个出现死亡病例的地方 那另外呢日本昨天的四起确诊病例 令人惊讶的是啊 这四个人呢不但没有出国旅游的记录 而且呢还分隔在关东和关西 所以令到日本人很担心说 这一个疫情呢已经是出现在日本境内人传人的感染 那目前呢日本的境内已经是有35名的确诊病例 有一个人死亡 那说到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呢 其实医学界都还没有研发出一个有效的药物 不过呢中国媒体就说到 这个康复者的血浆呢 可能是对于治疗COVID-19是有效的 那根据中国的媒体就说到 武汉的金银潭医院呢 是尝试把康复者的血浆 是输给了11名重症的患者 结果就发现说 这些患者在接受了治疗的12到24个小时之内 他们的症状明显有好转了 专家就说到从临床病理来看呢 大部分COVID-19的康复者 身体内其实会产生 针对这个病毒的特异性抗体 可以杀灭还有清除病毒 也所以呢他们就呼吁康复者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去捐血的 之前有听到一些医生讲吗 因为现在他还没有一个药物可以针对性的治疗 所以呢非常地依赖 我们的卫生部有说过 就是个人的那种免疫力 对 OK那我们现在换个焦点 今天的现实在部呢 是不再跟疫情有关了 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整个政治局势啊 因为今天看到敦马重申 他会遵守11月之后就退位的这个承诺 针对今天这样的一个承诺 这样的一个重申 你认为呢 OK那如果你是赞成的 因为觉得说敦马应该要兑现承诺 你可以投选love 如果你认为不好 应该让敦马认满一届的 你可以点选set 两个选项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那边投选 再过三个月呢 就是509大选的两周年了 那针对大家一问再问 就是从一开始问到现在的这个首相交棒预期 首相杜马哈迪今天是重申 他真的是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AC峰会结束之后 依照承诺交棒下去的 那马哈迪也是土著团结党的名誉主席 针对报道有讲到 有138名的国会议员 支持他坐满任期 敦马是不改本色 就是一个就是开玩笑的语气在讲 他就讲说 自己听到好多故事啊 也有听闻说 有人要他再当个22年的首相 但是他就自嘲说 再多几个月他就已经95岁了 怎么还能够承受得了继续当首相呢 那说到这件事情呢 西蒙其实在2018年大选之前 就有承诺说 他们一旦胜选的话 马哈迪将会先出任首相 在安华出狱之后呢 马哈迪就会交棒给安华嘛 不过呢 西蒙在大选之前呢 是没有定下一个明确的 马哈迪交棒的日期 过后呢 这一个日期也是几次更换了 他的交棒的实现 最近的一次呢 就是说到要在今年的 11月的亚太峰会 就是APAC之后 马哈迪就有说过 没有办法在这个峰会之前交棒 因为呢会干扰到峰会的举行 因为这一场峰会呢 我国是一个主办国嘛 不过去到最近 因为接近5月了 就开始有一些谣言四起 就说到伊党啊 还有乌董的 乌统的一股势力 还有公正党里面的一小撮人呢 他们正在收集着签名 就是要联署去支持马哈迪 做满5年的首相任期 那根据新海霞时报 昨天呢 我们也给大家说过 这份报导是说到 下个星期的西蒙呢 预料是会有大事情发生的 而在公正党主席安华那一方面呢 他也在昨天去到了 布城跟敦马会面 商量移交政权的事情 他之后就发表声明说 新盟主席理事会 将会在2月21号 召开的会议上面 去讨论首相移交权利这件事情 同时那一天就会拍板定案 安华也是强调说 敦马在会面上的时候 已经是当面向他确认 自己没有涉及联署行动 也重申说会按照承诺去退位的 安华补充 自己也倾向于敦马领导国家 一直到去到这个 Airpac的峰会结束之后 就是11月之后 对那安华就说到 自己也是有告诉敦马 在面对这样一个狡猾的计划 西蒙领导人 还有其他的一些盟友 会继续的捍卫西蒙 在2018年1月7号签署的协议 也就是说支持马哈迪 做第7任的首相 还有就是安华 担任第8任的首相 另外呢 安华也是补充说 西蒙的成员党 包括了公正党 行动党 诚信党 还有土团党 在过去的两年 都不曾推翻 这一个交棒的协议 那不过说到 这个联署的行动啊 现在是在盛传说 大批的国会议员 就签了这个法定的声明嘛 甚至说到当中 是还蛮多人的 而公正党副主席 祖莱达呢 他就否认自己 涉及其中了 根据新报今天的报导 就已经有138名 国会议员 包括了26名的 公正党国会议员 签署这份法定声明 是支持敦马坐满 五年的任期的 祖莱达表示啊 其实他不确定 这则新闻是真的 还是假的 对于法定声明 他也是毫不知情 那东方日报 则是引述消息 就说到啊 执政党内反对安华 就是单任首相的势力 主要是公正党 挑战派 还有这个土团党的成员 他们就已经跟 巫统 还有伊党 一起去联署 要支持敦马 单任首相 一直到届马为止 那却不是 就是提成去到国会那边 而是对准 2月21号的 西蒙主席 理事会会议的 那东方日报 就引述消息说 坐拥50个 国会议员的公正党呢 有15名的国会议员 是参与了联署 而这些人 都是倾向 公正党的 熟理主席 阿兹敏的那一方 那目前呢 还有一些中立派 正在观望着 局势的发展 尤其是东马的议员 而不在 执政党阵容的伊党呢 他就说 反对施压 马哈迪移交权利的 这个做法 并且坚持要提成 信任动议 来支持马哈迪 坐满任期 看到说 伊党的宣传主任 卡玛鲁查曼 他就说到 伊党是支持 马哈迪的立场 是建立在一个 特定的基础上面 就是优先的 维护国家 还有人民的利益 那他就说到 西蒙成员党 现在在爆发着 合作的危机 而这件事情 也反映在了 执政权的不稳定上 那看到了 公正党组织秘书 涅纳斯米 他就质疑 伊斯兰党 有意提成信任动议 停马哈迪的 这个 就是背后真正的动机 他就说到 伊党的盟友 巫统 明明才在 两场的补选中 接连的获胜 而一个有理智 还有有理性的反对党 往往就会把 这样的一个补选 重继 看成是人民 已经对政府 失去信心的证据 而不是自己尝试 通过走后门的方式 当政府 涅纳斯米就说到 很明显的 伊斯兰党是不安好心 不然根本不需要提成 这样的一个动议 那这就是整个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不过安华就讲到 2月21号 就会有一个拍板定案 我们就等到 那个时候 看他们再怎么去宣布 现在先来换一个焦点 因为网络世界 这是无时无刻 都充斥着各种 要赚人气 就是要让大家 跟风的恶作剧 还有挑战 尤其其实无伤大雅 像之前那个NASA 就据说是NASA 发起的那一个 不是NASA 对不是据说是罢了 最后这个NASA 已经讲说不是了 是那个扫帚 战力扫帚的 那但是有一些呢 是很恶意的恶作剧 玩起来可能会要人命的 对因为最近呢 在美国的年轻人之间呢 就玩起了一种 危险的恶作剧 这一个恶作剧呢 叫做半跳挑战 英文的话就是 Tripping Jump Challenge 这一个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就看到有三个人 在影片里面的 三个人一起跳 而左右两个人呢 就会用脚去 故意的半倒中间的 那一个人 使到他跌倒的 现在看到说网上呢 是流传了很多 这样的一个视频 如果你现在有在看 我们988 Facebook Live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在 播这些视频啊 不是叫你去模仿 而是要警告你 因为呢 这样子的一个恶作剧 是会让 那个被绊倒的人 整身呢 是重击在地面上面 甚至是可能 后脑直接落地的 而其中一个视频呢 就显示说 有一个人 他在被绊倒之后 整个人是晕过去 不省人事的 因为照这样看 那一个视频呢 有的人是三个人里面 有两个人 是知道这件事情 说好的 中间那一个人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有的视频 是看着中间那一个人 完全毫无防备的 直接是这样子 往后翻的 直接倒在地上 那看到美国 南佛罗里达 一名16岁的少女 她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她说到 她被绊倒之后 头部呢 是遭到重击受伤的 这种恶作剧 令她长期面对 生理 还有心理的创伤 她的家人 已经出动律师 去向校方那边提出控诉了 这里虽然没有讲明 她到底是受到 怎样的一个 生理上的创伤 但是呢 针对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有特别访问了 脑神经级脊椎外科顾问 盛晓峰医生博士 他就说到 这是一项 非常愚蠢的恶作剧 那中间重摔在地的这个人啊 可能会半身不随 甚至严重的话 可能会丢掉性命的 对 盛医生他就说到 人体呢 主要就是靠两只脚来支撑起来 而我们人体的脊椎呢 分为三个部分 就包括了颈椎 胸椎 还有就是腰椎 可是如果像在视频里面 重摔在地上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颈椎 腰椎 还有盘骨呢 都会造成一个严重的损伤 可能会导致你的 这个脊柱椎的 这个肩盘就突出的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那种slip disc这样子 那一旦是压住了 你的神经线呢 严重是可能会导致 半身不随的 而如果是脖子 或者是头部 直接的打在地面 你可以想象哦 它会承受 好像鞭打式的一个损伤 会导致你的神经线损害 四肢没有办法移动 又或者是会出现 呼吸困难的症状 如果你是重伤到后脑的话呢 会造成性命垂危的 他就说到 如果有人模仿 类似的游戏 重摔在地面上受伤的话 旁人不应该马上去移动 或是拉扯他的 否则会加剧他受伤的程度 应该马上联系医护人员 我们看到视频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倒在地上 他已经不省人 是其中一边 还被这样子拉起来 那所以呢 这个盛医生就劝告大家 千万不要挑战 这样愚蠢的恶作剧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或者是 有人可能怂恿你玩 就是现在你看了视频之后 你就知道 如果你是中间那一个人的话 你就知道说 现在接下来 他们要玩的是 一个怎样的游戏了 刚才我们有提到吗 这个医生 是我们的团队特地 就是去采访的 所以大家要看到 更多有关这一个消息 这个新闻的话 可以上到我们的 988废数上面 我们有个link 已经这个报道 已经放上去了 可以去点击来看 更详细的就是去那边看 好 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 今天现在部的成绩 今天的现在部 问的问题就是 敦马重申 会遵守11月之后 退位的承诺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 OK 我们看到说 96%的人 都点击了 Light的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赞成 认为说敦马 应该要兑现承诺 另外4%的人呢 就说不好 认为敦马 应该要认满一件 我们今天的这个 就是现在部的 好多朋友去投票 大概有800多个人吧 现在已经900了 OK 900多个人 非常谢谢你们 去参与今天的投票 那当然也是有 很多很多人就留言 就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今天的时间有点紧 所以呢就是 欢迎你如果还要 继续讨论的话 可以去到 988的官方 Facebook那边 继续在这个帖子下面 去讨论 而且我们刚才在说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 因为情人节的关系 对很有趣 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选项的时候 它只是出来一个 love的选项 我们想说 它竟然就是 所有人都投love吗 就是可能Facebook 强制所有人 投票的人 因为情人节 都是love 爱的季节 这样子 OK 真是 祝你情人节快乐 我是湘君 我是欣怡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